捨棄台東體育館完善的硬體設備 2013年的跨年晚會 選在海濱公園的國際地標 除了鳥巢地景藝術 所有當天晚會的線路硬體 全部都得從零開始 今年跨年是會從晚上的8點開始 到隔天的1點 隔天也就是1月1號的1點 還有結合哈雷機車的活動 我們如果在一個標準的場地 這些燈光影響舞台的標準配備 這個就是照表操客 但是今天要去怎麼樣去結合這個地標 然後能夠去把這個跨年做好 其實這個燈光的設計 排法布置 還有整個舞台 還有視訊 我們要把這個地標的球體 怎麼包起來 這個施工的一些技巧 跟調點 其實對整個工程來講 是比較浩大的 2013年擁抱近台東的跨年晚會 主要場地選在鳥巢國際地標的展演舞台 晚會主持人為許潔輝 及吳宜佩 而這次晚距大陸高達300多萬元 商演收入的張正月 選擇來到台東與民眾一起跨年 搭配擁有輕量嗓音的天后萬芳 正美魔術師 再結合充滿圓民風格的演出團體 與往年相比之下 海東跨年晚會 可以說是一年比一年來的更盛大 選在國際地標作為表演場地 除了可以容納上萬人之外 今年還設計熱氣球升空 再加上跨年倒數的高空煙火 多達3000多發 煙火秀的視覺範圍寬幅高達100公尺 面向太平洋 民眾將可以享受到 台東唯一前所未有的海濱煙火秀 跨年晚會結束之後 來自旋台各地的哈雷車隊 多達200輛的哈雷機車 將會在海濱公園紮營 到時將會引臨一場車爺狂歡的演員盛會 想要在海濱公園營樹光的民眾 可千萬不能錯過 同台新聞翻耀林張家維台東報導